我曾经就是不太知道 接下来我要接什么样的戏了 我不知道我想演什么 但是那就是一个过程 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 我会继续踏踏实实地拍戏 再慢慢地往前走 很小就喜欢看电视 我对演戏的演员 他呈现的角色给我带来的东西 我是当下能感知的 当我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想要跟他一样 我姐这人做事利落 她要是顺心了肯嫁你 她要不顺心了也可能甩你 很小的时候接戏我都会想 这部戏我能学到什么 就像打野一样累积了经验 当后面角色重一点了 需要你付出更多的时候 你就都能拿出来用 我叫耿耿 十三中的 从业以来 我真的有在每一部戏都学到东西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叶子 更没有一模一样的人 你为什么会选择飞行员作为职员 因为自由 飞行员可以让我遵从内心 更自在地生活 我非常喜欢承销的成长路线 你想劝退我 你不适合做一名客人飞行员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承销的人生你左右不了 她的坚定 她的勇敢 她的热烈 想让我放弃 不可能 甚至她的冲动 再到后来她的自控 程骁这个勇敢也是我 非常非常佩服的 什么事 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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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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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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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这个东西 的确是让我觉得很燃 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些的时候 我是有生理反应的燃 我马上我就开始联系健身教练 我说我要健身了 为了演好程骁 希望像他一样有劲儿 最后一个落地 能不能做到最好 不止最好 我要做到完美 改装训练全部结束了 你的证明有结论吗 目前为止 我认同你心里的平稳 我也非常喜欢程骁和顾南婷的爱情 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场是我们修电线 我觉得充满着浪漫拉扯 网上的你比现实中的你可爱多了 你这个陷入我 顾南婷 你现在既然知道了 你觉得 我怎么样 我承认 我是喜欢她 她真喜欢顾不上 但是帖子里说的绯闻完全子虚无有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接受我 我承认我喜欢她 可是她没有接受我 我这 我这太酷了 就是非常有胆识 有底气 有自信 好的对手演员 好像一个眼神 就能知道对方想表达什么 你就能接受什么 你在表达什么 她就是陆航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 我只希望能成为像顾教员那样 专注 执着 始终如一的机长 飞好每趟航班 保障每位乘客的安全和舒适 因为我们是通过一个屏幕在交流 观众能看到你是否真诚 如果你很虚假地在那里 真的是 他们也能感受得到 所以我也需要很真诚地去表演我的角色 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观影体验 就是希望观众能听到是谭松一眼的 他们就想要看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